还吃下去 见对方真的吃了后 太妹更加猖狂 直接把饭拖到了女孩身上 一旁沉默的眼镜男突然出声 让他们别欺负女孩 有种跟自己单挑 眼镜男叫东贤 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废柴 混混打算好好教训他一顿 但一见面 混混愣住了 这还是那个软弱的瘦气包吗 原来 几天前男孩从楼上掉下去 撞到了楼下的男人 醒来后 他们的灵魂互换了 而这个被撞的倒霉男人 是个黑帮老大 他发现自己贱美的身材 当场就崩溃了 他找到病床上的自己 疯狂地往身上跳 想以这种方式换回来 却被赶来的小弟 轰了出去 老大不死心 按开密码回了家 把老婆吓得拔刀就要砍人 最后还报了警 东贤爸爸赶来警局领人 无处可去的老大 只好暂时跟着回了家 但身体的主人还是个高中生 男人不禁不愿地来到学校 发现同学对自己恕中止 去饭堂吃饭 刚坐下就躲开一片 老大十分不爽 看来东贤就是个兽气包 但他可不习惯被欺负 混混们被打得不爽 在厕所抓住东贤同桌想要发现 没想到老大正在上厕所 混混们又挨了顿打 手机也被抢走了 翻看手机时 他发现了东贤掉下去的真相 混混们抢走女孩鞋 挂在电线杆上 逼迫东贤去拿 结果摔下去时 正好撞到了站在下面的自己 第二天 老大就找到了女孩 但还没问出什么 却看到来接女儿的女孩妈妈 她吓得脸都白了 这不就是自己的初恋姐姐 看着日思夜响的女人 老大激动坏了 张口就喊宝贝 见她那么没礼貌 初恋抬手就是一顿暴打 把老大打跑了 但她越想越不对劲 女孩这个年纪 正好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难道 小弟去医院拔了她头发 老大也拔了女孩几根头发 她要送去做亲子鉴定 看着认证的结果 老大脸都要笑将了 果然 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 黑帮老大浑穿高中生 同班同学竟是自己亲女儿 但糟糕的是 她整天被人欺负 自己虽然可以保护她 但并不能从根源解决问题 于是她约来女儿 开始了魔鬼训练 摔跤跳绳摔跤 老大也陪着练了整整两个月 意外减了肥 人也摔了好几倍 在学校出现时 大家都没认出来 惹得无数少女心动 而女儿的训练效果 很快也得到了检验 太妹照常又来找查 女儿几下就把他们打趴 见识到身手后 从此再也没人敢欺负她 解决完女儿的麻烦后 老大开始了追七火葬场 但找到店里后 却遇到酒鬼闹事 还吃初恋的豆腐 老大怒了 她的女人也感动 看到这熟悉的眼神 初恋察觉出了不对劲 见漫步下去 老大说出了真相 还强调她肚气旁边有斑点 听到这种隐秘的信息 初恋性了 但却立刻翻脸 把她赶出去 原来 当年老大为了取黑棒千金 绝情地抛弃了初恋 自己做单亲妈妈吃的苦 全都是老大害的 人到中年 老大终于醒悟 年轻时追名逐利都是虚的 老婆早就在外面包了小白脸 夫妻身份名存实亡 而这么多年来 心里也从没忘记过初恋 于是第二天 她就约了女人到咖啡馆道歉 对方并不想接受 转身就要走 老大赶忙拉住她 一激动 竟然强吻了上去 就在父母纠缠间 女儿来到同学家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聚会 还是暗恋的男神亲自邀请 女儿开心极了 但是她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阴谋 这群富二代正在开派对 他们把酒倒进盆里 让女孩喝下去 女孩不喝 她就拿起酒盆 交到她头上 根本就是把女孩当王 他们围着女孩动手动脚 吓得她疯狂后退 幸好 老大及时赶到了 看着女儿被人戏弄 老大心疼坏了 而富二代们还没意识到危险 围上来想要打他 男人轻蔑一笑 这些人都不知道 他可是个黑帮老大 老大疯狂出拳 把在场的人全都揍废了 而女儿也反应过来 一记猛踢 让富二代失去了播种能力 救出女儿后 初恋对他的态度也好了不少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老大就傻眼了 女儿跟自己告白了 听到这个消息 初恋差点没气死过去 立刻来到学校找老大 男人赶紧表明态度 他不可能干这种情瘦不如的事 心里从来只有他一个 而路过的女儿听到了这话 他三观都要震碎了 自己妈妈和自己同学 女儿接受不了 赶紧嫌弃地逃了 而同一时间 真正的东贤终于醒了 老大赶紧带着他找到初恋 骗他已经换回来了 让东贤假装自己道歉 店里却忽然闯进来一堆打手 男人一看 全是熟面孔 便把他们俩推进厨房 跟他们打了起来 但双手难敌重拳 老大伤痕累累地倒下 对方的刀也架在了脖子上 关键时刻 初恋出来了 他一手扛着煤气管 一手捏着打火机 终于把他们吓跑了 经历了生死 初恋也看开了 他终于放下怨恨 原谅了老大 很快 男人就接到了岳父电话 身体还没有换回来 无奈之下 老大只好让东贤替自己去 而他在耳机那头 教东贤回答 原来 仇人是老婆派来的 为了除掉爱事的老大 他和外人连了手 把刀对着自己的家人 这是岳父的禁忌 他立刻剥夺了 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还要把所有财产 都赚给老大 女儿气急了 急忙说出老大 有私生女的事 岳父逼问他是不是真的 耳机正巧信号不好 东贤没听到老大的话 愣了一下 只好实话实说 再多的钱 也比不上跟家人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听到东贤的话 老大深受感动 一把抱住了他 这一幕正好被老婆看到 他抱负的踩下幽默 男人被撞飞了 但幸好在冰死边缘 两个人的灵魂换了回来 回归自己生活后 东贤害怕地发现 自己成了学校里的万人迷 全校都在欢迎他 而老大也和初恋复合 他们开了家小吃店 一家人终于